这次文章报道 是不是在让它开打 而台湾也赶上了热潮 不少餐厅业者出其招 像是正大的校园餐厅就推出 踢足球送一个月的免费烤饼 另外一间意大利餐厅 则是推出了自创的立体足球披萨 已经卖出一千个 上菜了 足球披萨上桌 大家高声欢呼 还有一排足球辣妹 齐声欢迎 好热 开航客人自身打扮 身穿球衣脸上还贴着国旗 配上店家自创的足球披萨 真的是嗨翻了 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跟一般的披萨比较不太一样 然后它面的那个辣香肠 非常的够味 用我们的餐点跟四重赛结合 那一开始的话 其实我们是做平面的 大家越做越好玩 就把它做成立体的形状 别看这小小八寸大的足球披萨 做起来也是挺讲究 面团揉开铺平 用竹炭粉涂上足球印 再加上有辣香肠 蘑菇嫩鸡肉 和起司的内馅 烤个15分钟 大功告成 足球披萨预购已经达到1000颗 政大校园餐厅也不妨多让 直接现场踢足球 15个国家国旗贴在墙上 消费满500元就可以踢一球 每个国旗的后方 都是惊喜小礼物 假设踢到意大利的球员 所以我们意大利 球员里面有没有看一看到 说我们这边有讲 像是冰档和牙 和一肯定 不快的部分 那我们在抽签的部分 这些想象都是在里面的 大讲究是我们 华丽球机又考评 一个月份 餐厅业者搞创意 让远在台湾的足球迷 也能听应景 感受一下 世俗比赛热闹气氛 三天新闻 华正森 王一仲 台北报导 好 我们先设计下这段广告 稍会带你来关心了 这个政院推了自禁区的广告片 没有想到被网友嫌 收浪费几年